一人辛龍帶一期劉真 在2020年接受心臟手術後 因後續心臟功能恢復不佳 以及發生腦部酸塞 出血等不良症狀 陷入了長達45天的昏迷 最終不幸去世了 辛龍深受打擊 一直無法走出上漆之痛 視野一路停擺 消失在銀光幕前三年 就連當初為兩人牽紅線的眉人 金沛一山都聯繫不上他 直通過共同好友得知 對方已經搬到台中生活了 據媒體報導 辛龍看見新聞後 親自打電話給金沛一山 透露了自己的近況 辛龍表示他還在台北生活 不過因為不想觸景傷情 害怕會再次想起與妻子 一直生活的點滴 導致情緒崩潰 所以目前已經搬家了 此外辛龍還表示 自己現在正專心學習佛法 女兒目前則在雙語學校就讀 婦女倆的生活都過得很好 希望外界不要誤會擔心 第三次 第一次